第十九屆關愛杯三級棒球錦標賽 今年巡迴到台東縣辦理 20號開始已經在台東市各棒球場進行比賽 來自全台灣共18支球隊 其中輕棒組8隊在台東棒球村第二棒球場角逐 28號上午台東體中出戰準備3連霸的桃園平鎮高中 進入冠亞軍決賽 台東縣長黃建廷特別到場關心 並接受電視台專訪 對縣來講非常感謝齊立三虎能夠這樣子來幫助我們 那讓我們在年度預算編列的時候 我們減輕了很多的壓力 但是這不表示我們就不關心我們棒球運動 相反的我反而認為 這樣子讓我們更有空間 更有一些能力去來舉辦一些比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自己主動邀請 幾支隊伍來做一個邀請賽 他的規模很可能就是從三四隊這樣開始 邀請賽 甚至於未來我們可以結合 在冬季的時候 韓國啊日本的球隊想要移地來訓練的時候 我們借用移地訓練的時間 也變成在那個時候來邀請 那這樣子也加入國際的隊伍來 所以這些想法我們都有 那我想這個 在進一步我想繼續再來跟 跟我們齊立三虎 跟我們這個 這個全國的棒球的這個協會 我們來洽談這樣的 推動這樣的可行性 我希望 我希望最慢在 在這個 明年 我們就開始 能夠有這樣的比賽呈現在我們觀眾的面前 加進 最後青棒組冠軍 由桃園平鎮高中獲得並取得三連霸 得到永久冠軍旗 亞軍為台東體中 季軍則是高雄寺院 藉由各項棒球賽事在台東的辦理 相信對台東的棒球發展 將有更大的幫助 東南新聞 范耀靈 台東時報導